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月16日 星期二 欢迎收看今天的每家快讯 从本周二开始 纽约市将对居住在该市四个移民庇护中心的约1900名无证移民实施宵禁 据ABC亲爱报道 这些中心位于皇后区 曼哈顿和布鲁克林 非法移民需要在晚上11点到早上6点之间留在庇护所内 这四个庇护中心分别是 位于皇后区的35大道庇护中心以及JFK赞托中心 位于曼哈顿C110街的曼哈顿林肯庇护中心 位于布鲁克林的Starkton庇护中心 这项政策适用于以上四个地点的约1900名无证移民 任何在30天内违反宵禁三次的人都可能被赶出庇护中心 上周四 纽约市长办公室负责安置无证移民的官员谢福 和代表皇后区的市议员阿里奥拉表示 有越来越多的非法移民进入到邻近社区 不分昼夜地向当地居民讨要钱 食物和衣服 因此实时宵禁对附近社区而言会有帮助 上周 纽约市已通知那些在庇护中心居住的移民到期必须离开 有孩子的移民家庭居住不得超过60天 单身成年人不得超过30天 如果无法自己找到新的居住地 他们需要重新申请庇护所 目前 约有6.9万名无证移民被安置在纽约市各庇护中心 此外 美洲还不断有更多移民从边境被运到纽约市 在刚刚过去的周六 多伦多 Yorkdale又乱套了 大批警察封锁商场 很多华人被困现场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 有购物者在下午5点多听到很多人尖叫 疯狂逃散 不少购物者被安排藏在商店内的仓库内 随后多伦多警方证实没有发生枪击 是一场斗殴骚乱 根据多伦多警方的新闻发布会 在当地时间下午5点33分接到报警 警员到场调查后发现商场内有人打斗 现场没有寻找到枪支 警方当时封锁现场 随后在社交媒体上流出一段一群青年在商场内大家的视频片段 有华人网友还拍到了警方抓扑的画面 从视频上看到几名警员扑到一个人 现场场面十分混乱 这是多伦多大型商场近期发生的骚乱事件中最新的一期 就在上周末 劣质文山Hillcraft的茂商场遭暴力零元购的混乱场面 仍历历在目 目前不少民众对多伦多的治安表示担忧 纽约市警察局称 警方目前正在追捕一个暴力抢劫团伙 其四名嫌犯自今年1月1日以来 以9次抢劫纽约市的暴摊摊犯 累计抢劫资金多达1.5万元 纽约邮报周日称 警方表示 这些暴徒通常在晚上袭击那些年长的暴摊小贩 把他们从暴摊的侧门拉出来 打倒在地 在威胁要开枪或砍上他们之后 抢走他们口袋里或收银机里的钱财 据警方称 1月1日晚7点刚过 在曼哈顿的百老汇大街1717号 70岁的暴摊店员罗曼被三名嫌犯推倒在地 之后被抢走了750元 罗曼的弟弟 68岁的伊斯拉姆经营着曼哈顿另一个暴摊 他周日告诉媒体 也在近期被抢了350元 他还表示 被抢以后 他至少见过抢他的两名嫌犯一次 周日 警方公布了4名涉嫌在曼哈顿暴摊抢劫的男子的监控照片 本周四 该团伙在短短三个小时内作案三次 分别是在雷克托街和三一广场交汇处 抢劫一名50岁小贩3200元 在教堂街100号前的爆摊上 持刀从一名45岁男子手中抢走2800元 在百老汇大街1410号外 殴打一名31岁小贩 并抢走3000元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 中部时间周五晚9点37分 在俄克拉和马东北部的阿卡迪亚附近 记录了3.2级地震 大约10分钟后 阿卡迪亚以西约4英里处又发生了4.4级地震 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 随后又发生了两次规模较小的地震 分别为2.7级和2.5级 中部时间周六凌晨4.45分左右 阿卡迪亚附近再次发生2.6级地震 大约一小时后 另一场4.4级地震发生在俄克拉和马城北部的埃德蒙附近 随后 中部时间清晨6.55分左右 又发生了2.7级的较小地震 尚未收到任何损坏或受伤的报告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说法 4.9级或以下的地震通常只会造成干扰 许多室内人员可能会感受到 5.0级或以上的地震通常会造成损害 俄克拉和马州历史上最强一次地震发生在2016年9月3日 当时俄克拉和马州北部城市波尼附近发生了5.8级地震 2017年3月 Pony Nation在部落法院起诉俄克拉和马州的一些石油公司 指控这些公司将废水注入地下 导致地震 创纪录的新移民数量将加拿大的人口增长率推至3.2% 成为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人口激增提振了劳动力市场 但也推高了住房成本 在这个典型的移民友好国家引发了强烈反对 总理贾斯汀杜鲁多承认需要调整政策 以应对临时居民的大规模扩张 加拿大经济高级总监研究了移民变化的影响 他在周三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写道 如果临时居民的涌入逐渐停止 国内实际生产总值将大大低于当前预测 因此2024年上半年的经济衰退时间将加倍 Bartlett表示 政策制定者需要谨慎行事 尽量平衡新移民过快减少带来的经济负面影响 截至10月1日的12个月内 加拿大接纳了454590名新永久居民 同时引进了创纪录的804690名非永久居民 Bartlett说 临时居民人数应该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自然放缓 但政府政策的变化可能会导致临时居民人数下降的更快 根据ABC新闻和易普索的一项最新民调 2024大选初选开始之际 前总统川普在关键的人气指标上 远远领先于他的共和党竞争对手 而总统拜登的工作支持率 却降至过去15年来美国所有在任总统的新低 这项全国民调发现 共和党人和倾向共和党的独立人士 普遍在三方面对川普持乐观态度 第一 他最有可能在11月的选举中获胜 第二 他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 第三 他是共和党最有资格的参选人 总体而言 72%支持共和党的成年人 对川普成为提名人感到满意 与5月份的75%相似 其他参选人按照满意度从高到低来排 分别仍旧是佛州州长德桑蒂斯 以及尼基海利 接下来是拉玛斯瓦米和哈欽森 前新泽西州长克里斯蒂上周三 已宣布退出竞选 与共和党方面普遍支持川普相比 民主党人和倾向于民主党的独立人士 对拜登作为本党候选人的满意情况要少得多 只有为57%的人对此表示满意 ABC新闻称 这反映出拜登在经济和移民等问题上 并未获得多数民主党人的支持 如果把拜登和川普进行直接比较 那么在所有成年受访者中 拜登的支持率仅为33% 比川普担任总统时的最低支持率36%还要低 这也是自小布什总统以来的最低支持率 在各群体中 只有31%的女性认可拜登的工作 创下历史新低 而男性的这一比例为34% 要知道 在2020年拜登赢得了57%的女性选民 在摇摆度比较高的独立选民中 拜登只获得了28%的支持率 在温和派中 他也只有32%的支持率 在大学毕业生中 这一比例低至41% 此外 在好感度方面 受访者对拜登和川普的个人评价同样消极 只有33%的受访者对拜登有好感 比2020年大选前夏天的50%大幅下降 而对川普有好感的人也只有35% 亚利桑那州埃洛伊警察局表示 周日早上 该州皮纳尔郡埃洛伊市的一个热气球 在沙漠中不幸坠毁 造成4人死亡 1人重伤 警方表示 气球坠毁发生在周日早上7点50分左右 具体地点位于埃洛伊市以北约5英里的沙漠地区 该是位于凤凰城东南约65英里处 埃洛伊市长表示 当时有13人在气球里 包括8名跳伞者 4名乘客和1名驾驶员 在气球坠毁前 几名跳伞者先行离开了吊舱 机者表示 气球在受到猛烈撞击之前是直线下坠的 警方表示 气球坠毁后 1人当场死亡 另外3人在被送往医院后死亡 还有一人目前正在当地的山谷医院进行抢救 情况危急 死伤人员的身份目前尚未正式公布 不过 有家属告诉ABC新闻 其中一人是28岁的凯蒂巴特罗姆 她是来自印第安那州的注册护士 她妈妈表示 自己的女儿喜欢跳伞和冒险运动 事故原因目前尚未完全清晰 不过NTSB官员称 该气球是在球囊出现问题后坠毁的 不过NTSB官员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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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NTSB官员称